歡迎光臨農業大關 所成山的祖母的監督館 授農業監督 你在成山的過程中 往往都有一些外表比較不好看 也是有可到最到的技術品 因為沒有人買 甚至買不出去 但若是要等到有個太怕勝 因此 到南町農家就將這些技術品收集起來 跟市區的結合作 和這些農產品變成治療 不但農民可以先下治療的費用 要讓這次出來有健康健康 百姊健康好吃 中部的農產品拿來當作市區的治療 到南町農會透過和入市合作 哪有農產品回收再利用 竟是幫助入市新合治療的費用 農民農會這幾年推動肉牛的產業 也消化農會的一些 比方說馬鈴薯、胡蘿蔔的格外品的一些農產品 本來這些農產品都要廢棄 可能要倒在垃圾場裡面 可能會造成很多環境的問題 那是要給牛吃 所以這個農木循環整合是一個 很好利用的一種方式 中部用的農產品變成治療 就能幫助農民新合治療的費用 因為新鮮的關係 也能讓牛吃得更健康 農產品裡面 天然有更豐富的營養素 也有牛的肉質變得更好吃 他們吃這個馬鈴薯跟紅蘿蔔 那馬鈴薯它的澱粉質很高 它相對的它的營養成分很高 俗稱的大地蘋果 它們可以減少飼料的成本 因為它們放肉率蠻高的 對牛汁的肉質比較軟嫩 比較香甜 四口性會更好吃更多 配合到不一樣的規則 這些牛可以吃到高重的農產品 藥者表示一個月的時間 牛台藥就可以吃到一兩百種農產品 數量是非常多 牛廠在吃的 夏天就是一些加工處理品 就是玉米葉、玉米梗 還有高粱酒糟、啤酒酒糟 一些NG馬鈴薯、紅蘿蔔這樣 冬天會有一種台糖出產的甘蔗渣 一個月來說的話 全部加起來至少一、兩百噸超過 對啊 一天量就十幾噸了 頭過和吃牛的藥者合作 東南電動會不然沒有農產品 回收再利用 也讓藥者新合治療的費用 使用最天然的食材來吃牛 這讓民眾吃到米米 有更健康的台灣牛肉 記者講義 昌報道